这次总算暗时来了 有大恶务了 你之前没有暗时来吗 您说呢 应该的 您放心 只要小斌认真做手术的话 十八岁之前 他的病是可以治好的 真是谢谢 正常来说 到十八岁之前 我知道吗 这次的补助只有百分之三十 剩下的百分之七十 都是艾老师自己贴的 那手术之后这段时间 可能就要辛苦你了 这点花多少钱 总有五六万吧 艾老师本来不让我们 跟别人说 但是跟你说应该没关系 怎么样 有没有对艾老师的喜欢 更多一些 谢谢您了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艾老师 钳琴手术很复杂吗 嗯 算得上是比较复杂的一个 面部修复手术了 需要先确定一下 唇部的解剖基本点 然后再进行分离 切开 皮肤 肌肉 棉膜 都要各层处理 然后再对劣开部分 Data 进行复卫 和连续性地重建 这整个修复过程 可能要数次手术 这听起来 艾老师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也没有 我只是在做 自己本来就该做的事情 其实唇烈的治疗 对于病人的考验 要比医生要多得多 你想想 比如说你现在 就只是戴了一个牙套 就巴不得早一天 把它摘下来 但是对于 唇恶劣的患者来说 有长达十几年的时间 进行连续的手术 和康复治疗 这需要很强大的意志力 嗯 那回头我们去福利医院 再去看马尔兵吧 顺便给他叫个打气 好啊 怎么了 没有啊 我就是想好好欣赏一下 这个自掏腰包 很努力地为病人做手术的 白衣天室 你 你知道了 嗯 周恩都跟我说了 他还问我是不是对你 有了更多的敬佩 哪有你们说得那么夸张啊 我只是觉得 一个人将来能够成为 好人或者坏人 其实主要取决于 他的成长过程 从小没有父母的孩子 其实很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 再加上先天性的疾病 心理更容易受到创伤 我明白 艾老师呢 是想尽全力地治愈马小斌 无论是身体上 还有心理责任 我跟他一样 都是孤儿 但是我比较幸运 从小就有爷爷奶奶 陪在我身边 引导我走向正途 相对而言 马小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所以我在想 我可以尽我所能 来为他带来一些 积极的影响 或者创建一个更好的环境 将来他也会成为 一个更好的人 你颜头好了 我帮你拿 好 其实喜欢上一个人 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总会稀里糊涂地 被对方的外表 特长 甚至单纯是被一种 感觉所吸引 可如果能在慢慢相处中 发现他真的哪儿哪儿 都值得我喜欢的时候 这种感觉 真的太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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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